二位 你们的馄饨请慢用 好 谢谢 青妍 我们试试吧 听不懂 不是 齐老师 您再说一次 我怕我换听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交往吧 回答呢 那个不应该是后续吗 不应该还是有反转的吗 什么反转 比如像之前你会说 我很需要你 你在的时候 我才能安心地睡着 那这次不是应该 也有后续的吗 你应该会说 跟我交往吧 才怪 跟我交往吧 想得美 这样的台词 才是您的风格呀 或者是我漏听了 其实您真正想说的是 交 王八的素材 青妍你故意的吗 我没有 我真的很认真的 在揣摩老师的心思 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 都误判了 不用揣摩 我没有喝酒也没有梦游 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 我为今天所做的一切负责 不用担心我醒来不认责 你呢 现在吃饱了给我回家 让我好好想清楚 回家 不然呢 留在我那儿过夜 明天的你答复 解决性说 要跟我交往 你 你再说一遍 你确定他不是让你交往吧 果然不止我一个人空啊 这根本就不像从他嘴里会说出来的话 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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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就想知道他在说这话之前 他在说这话之前 有没有什么举动 比如 这样子 又或者啊 这样子 还有 停 停 停 你们俩平时都这么玩的吗 哎呀 你少啰嗦 你就说有没有 有 哇 干得漂亮起 可以啊 姐妹 可是我有点想拒绝 什么 哎呀 你们骂我不知好歹吧 可是我真的拿不准 建筑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我这个人 本来对感情就比较迟钝 而且之前有先例 我怕我这次又不会错译 先例啊 什么先例啊 你还记得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园红人吗 那个 那个什么金 金线玉 对对对 对吧 他比我们高一个年纪 因为长得还不错 在女生那里人气很高 少早期的吧 怎么 你们认识啊 哎 怎么可能 七年那个时候 比现在还要透明 他就是宅女 那个什么金线玉 更不可能跟我们家七年认识 他跟我告白过 啊 可是没过几天 他又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 那什么情况 他耍你啊 我不知道 我也没问 后来高二那年 他不是出国了吗 这件事就成迷了 哎 那你该不会 哎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可能 我就是想不清楚啊 为什么一个男生 可以如此轻率地 向一个女生表白 然后就像一个 没事人一样的消失了 哎 可不是所有男生都这样 你看我 我长这么大 也就告白过这 一个人 哎呀 闭嘴吧你 你呀 就属于在样本数据之外的 凭 凭什么 七年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但是呢 你要知道 虽然性别一样 这纪严信啊 跟这种普通男人 那还是高出好几层 珠穆拉玛风的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不靠谱 就去质疑纪严信的告白啊 哎 是 何况他找谁不好 干嘛找你寻开信啊 你以为我们老板很闲吗 不过 你要是不安心 就说明他没有给足你安全感 你呀 就应该用你自己的方式 直接了当地去跟他确认